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的是Eason 陳奕迅 竟然跟六個港者 聚集一堆 這個真的很罕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陳奕迅搞什麼 一王六后大格鬥 對 有朱玲玲在這裡 有陳欣薇 不同年代 混合陳奕迅 我也很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麻煩了五仔 大家都是飛龍 好了 大家開始聽之前 先給個like給我們 你們每一個like 都對我們很重要 今天我想說一下 一王六后的故事 什麼來的 好像說得很色情 其實沒什麼特別 只不過我看到一張照片 竟然陳奕迅和六位港者在這裡 這六位港者還會是不同年代的港者 咦 莫非他們有什麼搞的 不過這次我主要的都是想 因為這六位港者未必每個人都認識 我想最熟悉的新一代會認識就是陳一美 因為她是陳豪太太 其次應該是朱玲玲也很有名 雖然她是1977年的香港小姐冠軍 但是因為她是霍啟光的媽媽 也是霍震婷的前妻 所以也有這麼上一支名道 順便說一說你們的近況如何 不如先說一下朱玲玲 剛才說過她是1977年 香港小姐冠軍兼最上鏡小姐 當年我看到她 她是小朋友而已 我已經覺得她很漂亮 後來她嫁給霍震婷的時候 我還覺得她的氣質很高貴 所以朱玲玲同時間也獲得最美港者的美誼 雖然她已經脫離了這個螢幕 這個娛樂圈很久 但是周不時也會看到一些上流社交活動 會看到她 有時會跟她現任丈夫 羅康瑞也在一起 出席一些活動 偶爾也會看到霍啟光他們幾兄弟 有出現的 Event 也會看到朱玲的身影 始終是他們的媽媽 雖然是跟他爸爸離婚而已 但是媽媽的關係不會更改 單單在2024年1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朱玲玲和現任丈夫 看一套舞劇叫詠春 他們當時還說這套劇非常有創意 和感覺震撼 看得還很開心 這套舞台劇其實不是做很多場 只不過在演藝學院公演五場 但是朱玲玲兩夫婦 他們很厲害 另外在2023年9月底的時候 香港浸會大學頒發一個榮譽院士的頭銜給霍啟光 當時見朱玲玲和霍啟光兩位弟弟 霍啟仁和霍啟山 還有她爸爸霍鎮庭 全家五口出席頒獎典禮 見他們霍家上下 各人都很重視這個頒獎儀式 據知當時霍鎮庭還特意在國外飛回來 朱玲玲也是很罕見 出現在他們的家庭 始終你明白 他的身份其實不太方便 但是他的兒子難得有這樣的頭銜 當然是出來了 那次還看到一家五口拍了一張合照 應該可以說是過去十一年裡 已經少見他們有這樣的一家人的合照 可見霍啟光這一個樹榮 對霍家來說是多麼重視 其實當年朱玲玲早在1997年 已經和霍鎮庭分居了 但一直都保守得很秘密 直至到了2004年 才被歌手葉世民 對著傳媒披露了他們的離婚消息 而在2005年的時候 他們還正式辦理離婚手續 他們27歲的婚姻生活 就此話想居好 至於2008年的時候 就跟他現任丈夫 也是瑞安集團老闆 朗康瑞結婚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十幾年來 朱玲玲真的不會多在霍家裏面出現 不過說實話 當年朱玲玲的離婚消息 是非常震撼的 因為當年他們結婚的時候 也是很震撼的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本來霍鎮庭和朱玲結婚的時候 是延開360席 還說好像霍家裏 一千萬的禮金 去取朱玲回來 因此當年這段婚姻是非常震撼 但沒有辦法 始終大家性格不合 所以就要離婚了 再說回這張出席的照片 即是陳奕迅的一王六后 其他人還有誰呢 或者其實最主要的這張照片 為何會有這張照片 聽說當日其實是 1997年 港姐冠軍 翁家瑞和即將生日的 2009年的 港姐冠軍 劉善廷一起慶生生日 當時他們就是多位 衛型雅澤的好姊妹都有出席 剛才除了說有朱玲玲在外 還有1985年的港姐 貴君王愛倫 還有2003年的港姐冠軍 松敏利 還有2006年的港姐冠軍 陳豪的太太 陳欣媚 幾位不同時代的美女 聚首一堂 一起拍這張大合照 為何有Eason在這裡 留回正一座 告訴大家 我先講一下其他港姐的近況 然後再講一下 黃愛倫 她是1985年 港姐的貴君 當年她也很厲害 因為參加了國際小姐 當時終於到最後15名 還獲得了有一世紀服張獎的第一名 我還記得當時的衣服有多特別 因為原來她的衣服可以變三款出來 當時很展現到未來有的衣服 反而現在我們不是很覺得有這樣的衣服 雖然她已經二年五十七歲 都不年輕 但我仍然看得出她的高貴氣質 而且我仍然覺得輪廓也算不錯 仍然能維持 而且這張照片 他們幾名港姐 其實打扮得很簡潔 我仍然覺得這張照片 簡潔得來顯得高貴大方 當年黃愛倫選港姐的時候 其實是跟家人回流回香港 我當時還在加拿大讀書 本身打算預科之後去日本讀書 最終因為毛特兒公司選中她 而參選港姐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 她的生活比較低調 反而她兩個兒子 林建益和林建龍 兩位經常都是娛樂版的主角 例如她大兒子林建益 曾經傳聞過 洪天明太太周家衛拍拖 而當年周家衛結婚的時候 更有傳聞說 林建益到場 大陸一番 最終要王愛倫出來 道歉才行 即是這個案子 王愛倫本身自己很低調 但她自己的兒子就不低調 她本身是屬於 衛營瓦澤的元老成員 當年參加港姐的冠軍 就是謝寧那屆來的 基本現在如果不是有關 衛營瓦澤的活動 其實你很少會看到 王愛倫會出現在公眾的地方 接著說說說 203年 港姐冠軍曹敏利 現年是41歲的她 當年在203年 競選港姐的時候 勇奪國際親善小姐 鑽石基夫長 庫庸美太長 還有完美組合獎 還有冠軍 五大獎項 成為五鳥冠軍 在當年 曾經演出的大台劇集 有煙枝水粉 絕代雙嬌 王子華那一套 在2010年 跟金融塗中的男朋友 張家傑結婚 之後淡出娛樂圈 現在也專注照顧她的三名子女 偶爾見到她會出席一些港姐 或者圍形雅宅的活動 本身有一女兩子 大女我覺得也有她優良傳統 也長得挺漂亮的 雖然她大女還是很小 只有12歲 但她一雙的大眼睛 甜美的笑容 以及高挑的身材 真是有她媽媽的風範 聽說幾名子女都是讀國際學校 每年學費還要高達24萬港元 即是曹敏尼 她本身有三名子女 一年要給75萬學費 厲害的 所以現在這一代 生小朋友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政府的兩萬元就可以補貼得到 接著講一下這張相片裏面 一位當時就是慶祝 她即將生日 但不知道我這部影片出過了 會不會已經過了生日 因為她是1月24日生日 她就是2009年港姐冠軍劉善廷 同時間也是四屆的惠言瓦澤 執行委員會的會長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認識她 但她應該是她先生 大家都很認識的 就是堪如學家李承澤 她本身是在英國倫文大學 修讀經濟系 她曾經說如果不是去繼父病 有可能一直都在投資銀行工作 當年她取冠軍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的插曲 因為當時2008年香港小姐 是冠軍 張書雅被大台雪藏 所以當時她取冠軍 比較有趣 為她加冕 不是上一屆港姐 而是最後港姐朱寧寧 跟她加冕 所以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大家熟了 看到她們現在也有出來聚會 曾經有人懷疑過她 她是否令李承澤離婚 而走在一起 他們兩位 因為李承澤其實是2011年的時候 才宣佈離婚 但同時間也是在2011年 當時跟李承澤 拍攝了一個電視節目 香港原案的時候認識 他們兩人產生情數 旋跡代入愛河 很快 還在2012年1月 24日 當時是大年初二 但那天是劉善廷的生日 李承澤就在海上一個生日拍對 向劉善廷求婚 然後在2013年結婚 現在他們生了兩名女兒 娛樂圈演藝道路 不是說走得很順 但不要緊 嫁了給一個好老公便可以 而且她是 繼張馬麗之後 相隔35年 第二名港姐獲得 十大傑青的榮譽 所以她也是一名很能幹的港姐 好了 今次講講想中的其中一名 生日人士 就是1997年 港姐冠軍翁家瑞 雍家瑞轉眼間 現在都50歲了 最出名的是什麼 雍家瑞 就是嫁得好 她當年跟她當屆的亞軍 李明慧 兩個人欠一個老公 搞到一些鬧劇出來 因為當時李明慧 原本打算跟TVB解約 打算跟她拍拖幾天的男朋友 烏友證準備去定婚 還打算專心做少奶奶 誰知道想不到中途殺出了雍家瑞 令到李明慧當時又失戀又失業 雍家瑞還成功介入了豪門 亦為烏家生了兩名兒子 過著一些榮華富貴婦太太生活 多開心 當年翁家瑞參加港姐也很厲害 除了獲得冠軍之外 同時也是最上鏡小姐 東方美太大獎 都會魅力大獎 當時是四鳥冠軍 以及當年 他擊敗蛇斯曼 蛇斯曼當年只獲得貴軍 不過也有說 當時他沒有順勢加入娛樂圈 如果當時他不是打算結婚加入娛樂圈的話 不知道蛇斯曼今天是否坐得那麼穩 不過說起來也有一個傳統 通常冠軍都不及其他名次 在娛樂圈走得那麼順順 當然間中也有些例外 但一般冠軍很少在娛樂圈走得很順順 雖然他淡出了幕前很多年 但仍然沒有忘記保養自己 仍然不時見他在社交平台 放一些自己運動的照片 仍然會偶爾放一些性感泳裝照 所以有時看他的外形 和他的年齡都不相符 完全不像兩個孩子的媽媽 最後一名我還沒說的港姐就是陳欣薇 她就是2006年香港小姐冠軍 以及國際親善小姐 你看到我把最後的 其實大家都認識她 因為她是陳浩太太 但也重例說一下背景 本身她在加拿大長大的 所以她的中文應該不太好 但不要緊有陳浩教 雖然陳浩也是半個鬼仔 因為陳浩有一段時間在澳洲讀書 她本身最為人熟悉的就是在2008年 演歌《不打自己人》裡面 飾演一位叫陳寶拉一角 然後在2010年被大台力捧為一線花彈 雖然她就加了給陳浩 但如果以劇集來說 合作得最多的男主角 竟然是陳展鵬 並不是陳浩 合作了七次 還曾經被選為TVB螢幕情侶 對呀 跟陳展鵬 不是陳浩 不要緊 都是姓陳 去年年尾 跟陳浩有合作 羅北歐與竹英台 難得很少她們夫妻一起演出 最近看到她 就是在晚千星輝頒獎禮 我還記得她上台 即是頒獎給她老公 因為當時其實是幾名 候選的最佳男主角的太太 差不多上台 只有一個沒有 所以這幕當時我很有印象 當時陳浩上台還感謝她太太 打理她家庭 令她專心拍戲 所以她說這個獎座也要送給她太太 稱讚她為一名最佳老婆 當時的場面相當溫馨 其實很多時候在社交平台 都看到她兩夫妻的合照 所以大家絕對不會對她陌生 話是說 當晚陳浩拿士帝那一剎 陳浩反而比較淡定 陳一薇看見她在旁邊 忍不住在那裡哭 是老婆哭 不是老公哭 好了 講了那麼久 究竟為何陳奕迅會在這張照片中出現呢 這個一王六后是甚麼情況之下會構成呢 是不是有一些我們想不到的event 其實並非如此 只不過是六位衛形瓦閘的趕者 當時他們在一間高級食店裡犯罪 剛剛遇到陳奕迅 陳機就拉在一起合照 大家還看到陳奕迅就是站在照片中的思維 當然啦 因為她比較特別一點 其他六位趕者就是左右兩旁 陳奕迅還雙手交碟放在前面 表現得十分之乖 跟平時陳奕迅的古靈精怪動作很不同 當然啦 這裡有多少陳奕迅的前輩在這裡 特別是朱玲玲 這個重量級的前輩 好了 至於陳奕迅的近況如何呢 其實陳奕迅正在忙於他的 世間巡返演唱會 因為他一月初一段時間 在廣州開演唱會 接著一月尾又到廈門開演唱會 所以剛才幾名港者 見到陳奕迅真是幸運 剛剛中間一個空檔 陳奕迅就回到香港了 所以陳奕迅的白忙之中 抽多時間去吃晚飯 而碰到他們又可以拍照 這個真的非常難得 歡迎大家留言 對這六名港者有什麼印象呢 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 今天娛樂新聞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